雷尾兩世紀天影就不信 大家好我是雷尾 今天來看葡萄奧人這場羅馬人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阿拉布地圖 OK 接下來介紹一下藍方選擇的文明是葡萄奧人 葡萄奧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火器單位 有這個彈道學的效果 當然是要頂一下金冠火神槍 當然他的所有的黃金單位也有八折優惠 包含這個生鋁 所以葡萄奧人不管是要打生鋁火槍騎兵小工 都是OK的 葡萄奧人他的後期打法 還是要打火炮火槍為主 還有騎兵重裝騎士 都是不錯的 帝王時代有港灣大傷戰 可以用五線支援戰術 這個地方我們有機會來講到 接下來看一下羅馬人 羅馬人最大的特色是在封建時代時候 點下這個一級步兵鎧甲 還有這個城堡時代二級步兵鎧甲 都可以獲得雙方的效果 就是封建時代點一點 就是防禦雙方加二非常強大 羅馬人的後期 奴炮也可以獲得這個彈道學的效果 攻擊速度的加成 所以他奴炮的價格也是非常便宜的 如果你喜歡玩奴炮的玩家 那羅馬人一定是非常適合你 羅馬人的後期還有這個百夫長 百夫長也是非常強大的一個騎兵單位 還有這個蓄能傷害 還有這個產量加成 所以整體羅馬人是不弱的 那他後期的經濟加成也是非常強大 雖然前期只有5%的這個採集加成 但是到了後期 經濟量是非常可觀的 OK 那接下來來介紹一下兩邊的這個配置 那不行 看到viper這邊的配置呢 是一個正常的開局 那很多人會說 這個葡萄牙到底要怎麼配 我們來看一下葡萄牙好了 稍微看一下葡萄牙 那葡萄牙的人打法 其實跟一般的文明是差不多的 一樣都是封箭防守進攻 那比較會有特殊的打法 是什麼單TC速帝王 或者是 單TC速帝王趕快蓋房子 蓋趕快大傷站 那這個就很特別 那目前呢viper是遇到 葡萄人應該是不會讓對手 輕易的打出趕完大傷站 這個資源有不去的打法 而且羅馬人這個文明是相當適合快攻的 畢竟羅馬人的步兵鎧甲呢 是前期非常坦 就算只出步兵呢 也會給對方的工兵有極大的壓力 那viper這邊是選擇了 先吃大量的野味 那木頭呢是兩人伐木 好 然後18人口 要點封箭斯帶死 再去補伐木 這一點我是蠻喜歡的 但他這裡有個缺點喔 就是他點下封箭斯帶的時候 是沒有辦法立刻產出民兵來的 所以如果你要打民兵的話 你要在大概14P的時候 大概13或14P的時候 去補到三個人伐木 那你就可以 準時的去下這個軍營 那這個就是很細節的部分 那世紀帝國呢 大家也知道 都是一個跟時間賽跑的遊戲 你的流程越優化 打出棒棒的優勢 就會越大 那結果打棒棒的怎麼是葡萄牙人啊 結果是葡萄牙人 先打了棒棒開 viper這邊是沒有打棒棒 結果羅馬人不打復兵 直接鬼轉槍兵 那要直接下個兵工場嗎 直接鬼轉一級防 好 看到過來了 唉唷 戳到一下 不錯 好 但是棒棒已經來囉 好 點下了一級伐木 結果葡萄牙人用他的魔法來攻擊他 好 馬上補了一個射箭場 沒有先撒農田喔 看起來是一個極限前期小弓壓制 那這個時候的葡萄牙人喔 就有這個八者的黃金優惠了 所以這邊斬小弓確實很適合 好 羅馬人這邊鬼轉了一波 防禦力 一級的步兵鎧甲點下 那點下之後是可以打得以民兵的喔 這邊反而是赫拉民兵要小心喔 不能跟他硬碰硬 好 防禦點好了 雙防2 0加2的長掐兵 非常神奇的體質 好 但弓兵已經來了 弓兵現在射一下也是有一點血量傷害的 好 拉走 殘血的拉走 好 Viper這邊補下了射箭場 一級射也補了 那農田數量了 現在HERA也是慢慢的補上了 經濟也有點下一級農田了 好 看起來兩邊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兩邊的核心目標 都是要先把對方的槍兵給戳掉 然後棒棒要去打毛兵 這個一個正常的換兵觀念 好 那沒有前排只剩下弓箭手 那對方這麼多毛病的情況下 葡萄牙應該是沒有辦法繼續秀操作了 目前葡萄牙要對方 點出這個一級的弓兵鎧甲是重點 OK Viper果然點下一級的弓兵鎧甲了 那為什麼是重點喔 因為如果 Viper不點一級弓兵鎧甲 還是有可能會被高打低喔 弓箭手可以點掉的 哇 結果這邊直接被射爆 這邊槍兵直接全部損失掉 現在毛病沒有辦法打得贏對方的弱馬 葡萄牙還歸鑽一波弱馬 打得還不錯 前期的交戰打得非常優秀 兩邊都是做到了一個很好的交換 這兩位選手分別是世界冠軍對上的世界冠軍 2024年的世界冠軍現在還不知道 Hera跟Viper都是我心目中的世界冠軍 去年好像是Hera吧 Hera好像拿了世界冠軍的實力 沙漠之王 我覺得要看誰是世界冠軍 看沙漠之王最主 Hera是順利擊敗了Viper 但Viper又在最近的賽事裡 又打贏了Hera 但Hera又再次打贏了Viper 所以現在他們兩邊就是互相打來打去 到底誰是世界第一呢 還有沒有一個明確的定論 但我是蠻看好Hera的 雖然我是Viper粉 但我是很看好Hera他有這個年輕的手術優勢 所以我並不認為Viper是會一直持續拿到世界冠軍的 我是數據派的玩家 所以其實我是Viper粉 我也不會一直堅持自己的觀點 Viper一定是對的 並沒有 我是覺得Hera真的是越來越強 不管各個方面出發 Hera她的成長是有明顯的改變 大家應該是有相當有感的 Hera是把自己的兵器直接往後拉走了 肉馬也是往後拉 這邊呢城堡實在已經點下了 OK 這邊補下了大學跟工程器製造所 哇靠樹地王 封建轉樹地 Holy shit 轉樹地呢 通常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要蓋港灣大商戰 好這一波工兵跟肉馬抓掉了非常多的村民 三村直接暴斃 總共省事了四村 Hera這邊有點慘烈 而且這裡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看起來他這張地圖不太好蓋城鎮中心 有點麻煩 這邊這個礦也可以補一個城鎮中心 但是現在有點難去做一個防守或進攻喔 現在進攻又遇到奴炮的問題 防守方面呢 現在家裡的兵也不太夠 擋這坨肉馬跟工兵 唉唷 結果槍兵雖然順利的抽掉肉馬 OK 剩下一隻戰毛 好 Lyper這邊的策略是一個槍矛策略 破兵鎧甲沒有直接升上去 好 地龍時代準備要提升上去 補了一個市集 稍微可以支援買賣一下 好 這裡要趕快補房子跟港灣大商戰囉 這裡就是細節喔 港灣大商戰無限支援戰術來了 我們頻道上次出現無限支援戰術喔 已經快要是一年前的事情了 然後HERA可能在這把選擇到了 波塔亞應該是隨機選到的 準備要來蓋這個港灣大商戰 好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這個資源變化 那以VIPER這種單純農上去的時間 那以HERA這種樹地的打法 在城鎮中心還沒有3TC運轉起來之前 反而是波塔亞的優勢會更大一些些 他有時代上的優勢 還有這個無限支援慢慢產的支援優勢 那最大的問題喔 就是要趕快把這個房子給補起來 那這邊也可以補一大堆房子 趕快防一下 那VIPER這邊是要趕快去按下3TC 4TC 5TC 或者是打一個強軍師喔 直接把他的港灣大商戰 呈醒起來之前 把對方打殘喔 所以這邊錢壓寶 可能是會不錯的選擇 大家可以壓這個位置喔 或是直接壓到石礦樓 可能會很好 因為港灣大商戰呢 是需要石頭的建築物喔 所以壓制住石頭 是一個不錯的選項喔 好 那VIPER這邊 羅馬人點下來救贖思想 看到對方直接不交流 某直接用僧侶幫你開家門 直接把他的軍營阿 或是射箭廠阿 馬舟招響起來 再刪除掉 就門戶大開了 右側都是小打小鬧 房子繼續補 港灣大商戰這邊補的數量幾乎到3個了 這裡大概300石頭可以再補 喔 直接用買的 350石頭才對 那港灣大商戰喔 支援量現在是跳得很慢喔 那如果想要詳細知道 港灣大商戰有跳多少支援喔 可以看開頭我們的文明建設 有那個詳細的支援的跳表量 我是沒有去史記這個 因為這個 不太想出現 實戰上 太難出現這個東西了 那這一把沒有想到 又出現這個打法 OK 那羅馬這邊是 展出了戰帽跟槍兵 但是這兩個單位 不管是哪一個 打奴炮都是會打到頭破血喔 甚至不太好解 喔 好慘 好 萊盒果然是一個壓寶戰術 打壓的地方並不是高地喔 而是壓在了前方的位置 可是想要更守護這個金礦 好 這邊打奴炮 這次打得很痛苦 好 二級農也點下去 好 後面補了一個大雪 還是這裏要賣石頭 然後速生帝王呢 雙TC速生帝王 好 三TC不開 我覺得這邊再開地上的TC 可能會太慢了 畢竟赫拉這邊已經 四個港灣大山戰了 那正常的打法來說 四到五個會比較適合 那多則六個 但我覺得六個有點太多了 五個應該是蠻緊繃的 四個是標配 好 羅馬人這裡點下了更重技術 跟磚瓦技術 來提升一下城堡的防護力跟血量 不然這個火炮拆的速度有點快 好 百夫長想要進去嗎 但是進去的話 對方有火槍喔 葡萄這邊火槍數量 已經來到了十隻左右了 欸 自己沒點到 十二隻了 這樣一發一隻 百夫長應該是沒問題 好 葡萄人點下了金罐火神槍 這樣自己的火槍單位 跟火炮呢 都有彈道取的效果 讓自己的控兵壓力更小一點 就算放著不打 他也可以射得很準 好 MIP 遇到樹地王 葡萄牙 這個打法 有點不知道該怎麼針對 在外面補了非常多的工程器 但是 奴炮遇到火炮是沒有辦法打的 看這個要取消了 這個應該是沒得打的 那不取消嗎 奴炮 你要確定欸 不蛋了 MIP 應該是沒時間取消 那你點下了多重奴 看來他並不是真的想要取消 而是真的要出奴炮 他是真的要打奴炮欸 沒有在開玩笑的 那奴炮直接被秒殺 哎呀 火槍百夫長 生女呢 是可以去往後點後方的火炮的喔 他有救贖思想的關係 生女一直往前 再繼續招 但沒有帝王時代 招強的射程很短 最後能夠招強到嗎 OK 一台火炮順利拿下了 奴炮這邊多重奴 打得還不錯 傷很高 但是被火炮打了一發 還是得暴斃的 哇 彈道血好準 好 Ryper這邊點下了彈道血 兩邊都有火器跟工程器的彈道血的特殊能力 生女直接應招 招降掉了幾支火槍 OK 後方的工程器製造所也被拆除 現在HERA可以往外去蓋城堡 還有去蓋建築物都OK 那現在支援量一直在瘋狂往上跳 現在支援量的獲取 甚至比Ryper這邊還要多 如果要打贏這個 無限支援戰術的話 至少要到150吋或130吋 支援量要先起來 稍微可能跟對方換贏支援 當然Ryper這邊是沒有決定要蓋城鎮中心 而是轉出了生女跟百夫長還有弩炮 進行應對 百夫長應該可以拆掉一台火炮 第二台被招降掉 但是也被HERA的火炮給收死掉了 這裡再拆掉一個火炮 這兩隻生女 有彈道血欸 跑是跑不掉的 有彈道血的火炮真的很麻煩 非常的棘手 甚至不用預判位置 直接右鍵點下去就對了 哇 怎麼辦 奴炮被火炮針對 就是這麼的痛苦 甚至只射了一發奴炮就沒了 火槍射前排 GG 秒殺 我的天 無限支援戰 秒殺Ryper 哇靠這個打法太狠了 那城堡時代呢 他是直接跳過去的 封建時代出了一些工兵跟肉馬 稍微拖置了Ryper的進攻跟節奏 在進攻中也是燒到Ryper的後方 但把自己家裡給維持 維持之後直接蓋上 這個大學跟工程器製造所 利用時代馬上補下了五個港灣大長戰 迅速把自營量給拼起來 火神槍火炮火槍 好這一系列的打法 直接把Ryper的 弩炮陣跟 僧侶還有百夫長的策略 全部給擊毀了 那這個打法相當特別 大家也要謹慎使用 並不是每個人 都會像HERA一樣這麼厲害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 是由HERA拿到所有的支援勝利 果然啊 這個五個港灣大長戰 是會優於現在Ryper雙TC策略的 村民的支援殘忍 那KD呢 只是來到了2.19的KD 非常誇張 好啦 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